为探讨台湾影视与串流媒体的产业趋势与发展方向 亚洲影音产业协会举办台湾Inview会议 汇聚各界关键决策者担任演讲嘉宾 中加宽评副董事长赖贤武也受邀参与 并且以台湾有线电视及宽评市场之眼镜为题进行分享 赖贤武表示面对有线电视市场衰退 中加宽评以客户为导向优化品质与服务 不仅用户持续增加 也全方位的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中加宽评在最近的四年 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支出投资在网络的建设 所以使我们在有线电视或宽评的网络品质 在过去四年有大幅的成长 第二个我们也更加强我们把有线电视跟宽评的捆绑服务 所以使实际上消费者在有线电视所付的成本比以前更低 可是所享受到的服务更好 同时还有宽评的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客服方面 我们也加强了我们把全省的客服做整合 因此提供给客户更好的服务 这是我们因应有线电视下滑 我们中加宽评所做的努力 在数位浪潮下中加宽评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有线电视与OTT业者不再只是竞争关系 而是在内容上有所互补 民众收视习惯的改变也增进宽评服务的成长 OTT虽然是一个浪潮 但是OTT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 OTT其实跟有线电视是一个互补的 因为OTT不管是Netflix或者是Disney 或者是很多的OTT服务 基本上它所提供的可能是电影娱乐各方面 但是有线电视呢 我还是有很多譬如说新闻的电视 或者是其他有关运动的节目 这些都是目前在online上面 OTT的服务上面所欠缺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两者是在内容上面 是有一些互补 不完全是一个竞争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使用OTT服务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宽屏上网的服务才能享用OTT 所以我们中家宽民也提供了宽屏服务 所以OTT可以促进宽屏服务的增长 另外呢 为了使我们传统的有线电视服务 也能享受到OTT服务 我们也推上了ATV的机上盒 使我们的消费者在我们的机上盒上面 如果说要享受OTT服务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方式 就可以享受现在很多人所希望有的OTT服务 与会嘉宾利TV董事长钱大卫也认为 尽管有线电视面临用户数衰退 与数位化冲击 但有线电视与宽屏产业 未来仍非常具有发展潜力 台湾的这个看这个Cable的人呢 最少还是在50%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 而50%以上呢都是付费的 消费者愿意付费的 而这个里面呢 这个基础呢非常大 你愿意付费 你就会愿意再付其他的 那在经济学里面通常在讲 有一个叫做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 那现在Cable是有点在下降的地方 但是要赶快找到第二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现在Cable都在做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宽屏 就是Cable Modern 那Cable Modern就是市占率越来越大 这是绝对对的 但是除了Cable Modern以外 在这么大的一个 50%以上的这个族群里面 家户里面怎么样推广 那当然现在Cable公司 每一家都有开始跟OTT合作 所以它的双模机上合可以看OTT 但是不是只有OTT 还有数位广告 数位广告其实是一个大的收入的来源 那客户在这里 通常我们在讲客户在这里 你就有商业模式 所以最重要的是Cable公司 要找到其他的商业模式 那这些族群都在自己的系统台里面 那我怎么让他来看到其他的服务 其他的benefit 而且不管是他愿意付钱 或这个厂商愿意帮他们付钱 就是好的商业模式 针对盗版内容对于影视产业的冲击 宗家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影视产业与宽平业者需携手合作 共同打击盗版 也期盼政府加强取缔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线电视的 这个所有的系统台必须要 同心协力取缔这些盗版的软体 但是上游卫星公会 卫星频道公会或者是版权的业者 也必须要加强这方面 另外盗版的内容服务 主要是透过宽平的方式提供的 我们也呼吁中华电信是全台湾 最大的宽平提供者 他们不应该只限于说 我提供宽平服务 也应该注意到宽平服务上面 有很多非法的内容在这边串流 我们也希望中华电信加入我们 一起打击这个盗版软体的 盗版内容服务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政府机关NCC 我们也希望司法部 这些都能够协助我们 加强对盗版权的这种取缔 在与会来宾热烈讨论下 台湾Inview会议圆满结束 期许在产业界人士相互意见交流下 台湾影视与电视产业发展 能够迈向更好的未来 记者林锡会台北报导 我觉得尤其是